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曾慧敏 馬上來關心 臺鐵花蓮和人與重德段 昨天才搶通 恢復雙線通車 今天早上六點多 在和人隧道北口 又有巨石掉落 砸斷鋼軌 導致東正線封閉 旅客行程受到延誤 針對這次意外落實告警系統 沒有發揮作用 臺鐵表示將會加強改善 搭乘火車南下 抵達和平站前 列車突然減速 慢慢向前開 原來是鐵路又有狀況 巨大落實 砸向鐵軌出現大坑洞 鋼軌歪曲變形 電污與公務單位到場進行搶修 但臺鐵和人道重德間 東正線緊急封閉通行 也讓等車乘客原定的班次 一再延誤行程被打亂 看板是慢十二分 裡面是慢十六分 剛剛這邊又慢二十分 去開會 開會 那要時間準時 受到連日大雨 台鐵和人道重德間 土石流淹沒軌道 一度封閉通行 三號才搶通 回復雙向通車 沒想到四號上午六點多 又遇落實清洗 造成鋼軌斷裂 電車線掉落 現在東正線封閉後 只能改由西正線 單線雙向行車 甚至在和人站 山壁也有巨石搖搖雨傘 我們的那個預警高警系統有沒有 它的涵蓋範圍 直到六百五左右而已 那我們這次落下來的地點 是在七百三 所以已經在我們的範圍外 我們預定是用怪手去把它打碎 然後去把它移除掉 這回掉落處在和人隧道北口前 怎麼落實高警系統 未能發揮作用 台鐵回應 這次落實地點 不在偵測範圍內 吐石直接砸斷鐵軌 也與邊坡坦塌不同 得花更多時間搶修 除了更換鋼軌 以及那個枕木以外 我們還要補石渣 所以時程會稍微長一點 所以我們預計明天早上 希望在手搬車以前能夠搶通 院長已經交代交通部 進速地完成相關的警示系統的 這個規劃跟建制的部分 那過去也已經有建制一部分 那有疏漏的部分 我們會再持續加強 根據臺鐵的邊坡調查 全臺有兩百五十三處邊坡 代改善大多聚集在宜花東 多達兩百二十五處 甚至有八處就是正陽區 行政院以要求交通部 儘速完成相關警示系統的規劃與建制 臺鐵也說明包含邊坡擋土牆 與電子圍禮石座 將在七月底完成 記者中華報導 澎湖漁船遭中國登檢扣押後 中方昨晚又大局掃蕩 在金門角海域作業的我國漁船 還出言恐嚇 還尋屬貨爆後 隨即出動艦艇前往池園 不過兩岸漁民對共同作業 海域沒有共識 對越界的認知也不同 各界擔心相關衝突 恐怕還會發生 上個月二十七號漁民募集中國漁船 正在我國海域捕魚 每年五月期到八月中旬 是中國伏計休漁期 澎湖漁民卻多次看到中國漁船 越界捕撈 部分海域無船名船號的三無漁船 規避追查 海巡登上三無漁船要求海放漁獲 中國三無漁船持續橫行我國海域 海警船二號卻已休漁期在抵托網 禁漁區且使用違規托網 涉嫌非法捕撈為由 扣押大禁滿八十八號 被漁民質疑雙重標準 船東籍漁業署出面澄清漁網 托網符合台灣規範 中國海警船動作不斷 海巡署證實三號接獲 澎湖漁船融結滿號報案 遭對方出言恐嚇 出動艦艇前往池園 而另一艘在公海作業的澎湖 及聖元甫八號漁船 也遭廣播驅離 究竟兩岸對共同作業海域 有無共識 民進黨立委楊耀質疑 海巡署跟農業部隊漁船越界 認知也不同調 譴責政府罔顧漁民安全 行政院表示會加強宣導 登檢的地點是在陸方的海域 我們也要再一次的提醒 我們的這個漁民 不要涉犯違規 同時也要呼籲陸方體恤漁民 為了求生計涉嫌捕漁的辛勞 據海巡署統計二零零三年 至今我國共有三案 十七艘漁船遭中國登檢扣押 十一艘繳清罰款後獲釋 另外六艘經協商後由海巡帶回 大禁滿八十八號遭扣押後 弘信船長等五人目前被拘留於泉州海警局 農業部表示已透過陸委會積極營救 也提醒漁民注意海上作業安全 記者陳煥 許正俊澎湖報導 環太平洋軍演正在如火如土舉行 公視記者登上美軍神盾驅逐艦費滋截落號 開箱船艦火力 因為船上近期才裝設了 NSM海軍打擊飛彈 具有強大反艦能力 美方證實將測試相關性能 2024環太平洋軍演 二度開放媒體參訪各國軍艦 公視新聞登上美軍費滋截落號驅逐艦 軍方開放拍攝主艦炮 飛彈發射孔等大秀軍事肌肉 美軍費滋截落號 這次這個武器系統有一大的亮點 就是裝設了海軍打擊飛彈 NSM 用來取代什麼呢 就是用來取代原本的 這個魚叉飛彈發射架 但由於目前這個NSM 還無法跟這個神盾系統做整合 所以目前暫時只能用螺栓的方式 將這個NSM鎖在這個飛行甲板上面 NSM海軍打擊飛彈 射程超過180公里 翻艦火力強大 兩個月前才順利安裝在軍艦上 美軍相當保密 不開放拍攝 飛滋截落號隸屬 卡爾文森號航艦打擊群 軍演期間將一同執行空中 水面水下潛艦行動 而飛滋截落號 過去曾發生重大撞船事故 2017年在日本外海 與護人相撞 導致7人不幸身亡 飛滋截落號也緊急進入 橫須賀海軍基地的船屋修理 最後耗費約新台幣155億元 耗時兩年半才修復完成 重回艦隊服役 這次環太平洋軍演的重頭戲 就是有這個集成的項目 而這個美軍飛滋截羅號也將跟著這個卡爾文森號出海喔 是否會驗證這個NSN的海軍打擊飛彈系統呢 值得關注 記者黃子傑 洪耀祖在夏威夷的採訪報導 法國國會大選星期天將進行決選 在第一輪投票領先的極右派 是否能取得過半席次 進而籌組政府 備受各界矚目 為了阻止極右派掌權 馬控陣營和左派政黨合縱連橫 讓超過210人主動退選 集中火力支持最有勝算 可以打敗極右派的候選人 這個策略曾在2002年的總統大選奏效 當時前總統習哈克 就透過和左派合作 擊敗進入第二輪決選的尚馬力勒鵬 也就是極右派領袖馬林勒鵬的父親 成功取得連任 不過極右派持續壯大 讓許多民眾感到不安 法國各大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示威 國民議會第二輪投票倒數第四天 總理艾塔爾前往北部瓦茲省選區 為中間派聯盟同在的候選人掃接敗票 左派的新人民陣線與中間派所組的 共和國陣線推動的棄保策略 也有了顯著成果 三號公布的最新民調預測國民聯盟在總數五百七十七席 可掌握的席次從兩百三十到兩百八十席 減少到一百九十到兩百二十席之間 距離過半的兩百八十九席差距頗大 國民聯盟在第一輪投票獲得一千兩百萬人支持 較二零二年大選足足成長了三倍 震撼了各界 社會出現恐懼與不安的氣氛 特別是首都巴黎 這個社會黨執政的城市 接連兩次選舉都對極右說不 選後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反極右街頭示威 三號市中心共和廣場聚集了好幾千人 學術地位崇高的法蘭西工學院 歷史學者離地在內的一千名歷史學者 二號在世界報發表一份反對極右的聯盟信 穆斯林團體公民組織的領導人 三號在巴黎大清真寺召開記者會 呼籲全國團結起來共同保護法國的未來 三號地的國際上 大意大利 和民主的國際的國際衛生 共和民主兵 組織的會 成功於是 發生的免場 這份疾病 我們現在 在這間大陸院 在這間大陸院 帶来 各種生命的 這份 提起 成的 選情高度緊張 國民聯盟總召勒蓬 二號在電台專訪 指控馬克宏眼見選情不妙 急忙撤換包括歐盟自身官員 在內多位政府官員的作為 相當於是行政政變 政府發言人特沃諾三號 在記者會上 要勒蓬冷靜一點 不要捕風捉影 放假消息 公事新聞網紅編譯 英國國會大選今天登場 一般預料工黨將大獲全勝 取得過半喜次 終結保守黨長達十四年的執政 現場投票情況如何 馬上連線倫敦 請國際記者雅芳告訴我們 主播英國大選 今天正式登場了 那麼我們看到 現場的國際媒體都已經在 唐靈街十號前面就定位了 但真正的結果 是明天才會出爐 那麼一般預計 有出口民調 只要在今天的半夜之前 就可以揭曉這場大選的大致結果 那麼選前的民調 目前都看來 工黨是會大勝的 只是差在贏多少 那麼當然學者也提出了擔憂 因為輸贏似乎一定 再加上民眾普遍對政治人物的反感 今年的投票率恐怕不會太好 不過在過去幾天中 我們的採訪中也發現 英國民眾都已經準備好 要迎接新的政府上台了 那麼工黨目前已經承諾說 會聚焦在經濟成長 幫大家創造財富 解決財政問題 才有辦法在民眾最關心的醫療跟教育 等等的問題上面 找到真正的解放 所以我們看到在競選期間 外交政策幾乎不是兩黨政見辯論的重點 但是兩黨的主管外交事務的官員 其實也都找了機會 對駐英國的外國記者 談了未來的外交政策 那麼工黨影子外交大臣 他在簡報當中也說了 在中國政策方面 會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更一致性的政策 並且會增加訪問中國 但同時工黨也承諾說 上任之後的一百天會全面審視 英國政府過去幾年的對中政策 那麼這份的審查報告結果 也將會正式定調未來的英中關係 所以工黨如何在更危險的時代 推動英國的影響力 也備受關注 那麼以上是我們來自英國倫敦的 連線報導 五級颶風貝羅在加勒比海肆虐 為當地島國帶來嚴重災情 至少造成九人罹難 而在登陸亞馬加之後 颶風持續發威 當局緊急實施宵禁 接下來貝羅可能步向墨西哥 當地已經進入警戒狀態 強風夾帶大雨肆虐 亞馬加首都金斯敦 原先為五級颶風的貝羅 先後襲擊巴貝多與我國友邦 聖文森及聖路西亞和鄰近的格瑞 納達造成島上災情慘重 格瑞納達總理表示 卡里亞庫島在半小時內被移為平地 雖然貝羅以減弱為四級颶風 但風速仍高達每小時兩百二十五公里 已對加勒比海地區造成極大影響 亞馬加面對大西洋史上最早形成的五級颶風 也是超過十五年來襲擊當地最強的颶風 亞馬加三號實施全島宵禁 總理更宣布未來七天 整個亞馬加都是災區 氣候變遷導致海水溫度升高 讓颶風更強更頻繁 由於預報指出貝羅將直撲墨西哥灣而去 度假小鎮坎坤有許多遊客 趕在颶風抵達前搭機離開 當局也出動在海灘 搶救海龜彈 而且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 還預測貝羅可能在本週末穿越 墨西哥灣西南部 並在墨西哥東北部登陸 恐將襲擊美國德州 德州州長艾波特以指示應急管理部門 制定災害應對計劃 公司新聞政委人編譯 接下來是新聞猜猜看的單元 把時間交給批帥 好的 謝謝惠民主播 今天的題目是下列哪個臨近加勒比海的國家 不是我國的友邦 一 巴拿馬 二 聖文森 三 聖路西亞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繼續要告訴您 北半球邁入夏季後 極端高溫導致遊客中暑和熱衰竭頻傳 不少人只好改去瑞典 挪威等北歐國家 展開所謂的酷糧假期 希望能在涼爽的地方放鬆一下 欣賞高山和霞灣等特殊景觀 遊客拿起手機紙牌 要把湖泊優美景色記錄下來 北半球夏季高溫創紀錄 許多民眾不再去歐洲南部的希臘或義大利旅遊 而是來到氣溫相對較低的北歐國家 展開酷糧假期 酷糧假期 這個新名詞指的就是去涼爽的地方度假 如今夏天一年比一年熱 遊客中暑和熱衰竭時有耳聞 地處高緯度的瑞典和挪威等國 因此一月成為旅遊首選 像是平均夏季氣溫落在二十度左右的挪威 遊客通常會搭乘渡渡輪 欣賞壯觀的高山和霞灣 也順便避開一般觀光景點的擁擠人群 儘管酷糧假期為北歐國家帶來新的商機 當地人卻不免為一下子湧入的大量人潮感到擔憂 例如前往挪威蓋倫格峽灣的重要交通要道 海爾西特小鎮 往年冬季頂多三百名遊客 如今在這裡搭渡輪的人大幅增加 一艘船可載滿六千人 可能引發過度旅遊的隱憂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 接下來的新聞跟動物有關 秘魯首都利馬 星期一有公牛大鬧接頭 一頭失控的公牛在車流擁擠的街道上亂晃 害得汽車駕駛驚慌失措 後來還突然衝撞騎單車的民眾 而在印度則是有犀牛因為洪水 不幸溺死在國家公園裡 南美洲國家秘魯首都利馬的街頭 一號陷入混亂 一頭失控的公牛在大街上亂晃 他衝入車道狂奔 汽車駕駛紛紛讓道 跑著跑著還突然橫切路面 下著車輛緊急煞車 而這頭公牛面對警察圍捕時 還突然衝撞騎單車路過的民眾 騎士連人帶車被撞倒 起身後趕緊跑開 這頭亂晃的公牛最後終於 在遠景圍捕下束手就擒 四主事後則表示 會賠償這頭公牛造成的所有損失 而在印度則是有犀牛死亡 東北部阿薩姆邦三號因為大雨 河水暴漲氾濫 導致卡吉蘭加國家公園內的犀牛逆死 除了犀牛 國家公園其他動物也受困 當地官員已救出野兔 水榻 叢林貓等七十多隻動物 印度上個月經歷炎熱天氣 終於盼來降雨 但於是來得又猛又急 東北部河西部多個地區 都引發洪水造成嚴重災情 阿薩姆邦目前已有接近三千座村莊遭洪水流令 死亡人數超過五十人 臨近的曼尼普爾邦也因為洪災 教育機構放假兩天 印度政府已派出軍隊協助救災 氣象部門則警告 未來幾天 印度東北部降雨將持續 災區恐怕雪上加霜 公視新聞 蒜林編譯 如果您開車在街上撞到動物 最好下車查看一下 一蘭一位駕駛開車 碾斃了路邊的流浪貓 被目擊者攔下告知 卻態度惡劣 執意離開 還留下假電話 結果遭檢舉違反動保法 開罰一萬五千元 一台車開進巷子內速度很快 還刻意靠路邊 碾斃在路旁休息的浪貓 女駕駛被目擊者攔下告知 卻執意離開 還留下假的電話號碼 宜蘭有小姐平時就在巷子內 幫流浪貓做劫渣 以利隆入社區生活和人共存 不料靈性女駕駛碾斃貓 不但沒回憶 態度還很惡劣 由女份兒收集證據 告到動植物防疫所 動植物防疫所追蹤依違反動保法 處一萬五千元罰還 令需參與三小時動保講習課程 成為一蘭露莎動物開罰首例 但此案舉證過程並不容易 檢舉人跑了15趟公部門和兩次醫院 才換來此來的正義 他呼籲公部門 應加強動保疫室手冷相關法令 否則就要有專門的部門 來處理類似案例 那還是要呼籲民眾說 如果在路上看到動物受傷 或是狀況動物的話 還是要尊重生命 那在停車下來看 或是通報我的防疫所來處理 動植物防疫所表示 因為宜蘭是手力開罰 省著過程必須嚴謹 注考量行為能釋放動保法 或是傷害至動物死亡外 也要穿著行為後的態度 呼籲民眾都不小心碾傷動物 第一時間務必停車查看 並通知包括洞房所或警方等 相關單位處理 記者林建倫 宜蘭報導 現在要再把鏡頭交給批帥 告訴我們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加勒比海的聖文森 聖露西亞是我們台灣的友邦 而台灣與巴拿馬的外交關係 一直維持到2017年6月 巴拿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 正式終止 今天的答案是1 你答對了嗎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化 我們明天再會